同行说我没有包筋机器 那今天呢我就拿着这两个银式的成品 就是马上上我的那一个工厂里面 我马上把它现场包筋 今天呢我们就包这两个手桌 现在称一下颗种 这个颗种呢是31.51 大家记一下 然后这一个是25.91 OK 再先把它除油一下 等干净以后才能包筋 每个环节都要把它搞得干净 再次清洗 再次清洗 它上面比较干净 对防止污染 这是第三面清洗 现在最后一步开始包筋 这里面就是黄金 现在的已经开始包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面镯子呢已经现在已经变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三个镯子 马上最后就弄好了以后 拿出来以后给大家称重 然后火烧垂炸 给大家整一套 看一下我们的机器整出来 效果如何 包筋呢已经完成了 经过几十分钟的 几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先把机器给关掉 把机器关掉以后 我们先把上面清洗一下 这样我们把我们包筋的水锅取下来 看一下效果如何 马上我们擦干水以后 冲一下冲料 看一下每一个手术上筋的手 现在的这个镯子已经包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效果 这个上筋呢刚才通过我们整体的上筋 大概是0.6克到0.7克之间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筋疲 就是外面已经形成了筋疲 如果低于0.5的话 这个筋疲是非常薄热的 所以来说 这个筋子呢 可以上多上少 可以控制在0.几 也可以控制在几克 甚至可以控制在几十克 都是可以的 我做的 可以 我做的